嗨 大家早 我們在熊本 然後今天是這個九州之旅的最後一天啦 那今天早上起來呢 其實天氣就蠻涼的 然後可以看到現在已經下雪囉 然後我們的司機正在幫我們裝雪鏈 因為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要到阿蘇火山上面 所以呢 在那個結冰的路面上的話 要裝雪鏈才要把它繼續前進 我們從熊本市區 大概開一個半小時左右的車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了阿蘇火山上 然後後面這個呢 雖然看不太清楚 但是這個是阿蘇火山博物館 那現在因為都已經一片白雪矮矮了 那就只好拍一些雪景給大家看啦 那我們這趟就是單車之旅呢 今天可能就會沒辦法騎單車 因為下雪也滑嘛 那騎單車的話還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在 好我們現在這一片 都是白茫茫的地方 原本其實應該是草原 然後有馬 然後還有火山 那可能 看可不可以借到照片 給大家參考一下 現在只有一片拍攝 我們可以看到現在還有殘雪車 不停的在殘雪 好 我們這個地方叫做草千里 然後呢 它原本應該是會長這樣 草千里冰 然後也可以看到 火山口 然後可以登山 讓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邊非常滑 所以我要走很慢 超滑 這個就是雪中的 阿蘇火山 那這邊其實還有餐廳跟商店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棟 在白雪中的 今天我們雖然沒有騎到腳踏車 但是呢 在這個米種草原這邊 就我們剛剛從草千里 下來的路上 這條叫做阿蘇全景腳踏車道 那我們原本呢 如果天氣好的時候呢 其實應該是會從這條腳踏車道 然後一路 就是可以騎車到剛剛的草千里上面 然後我們現在在的這個地方呢 叫做米種 然後我的後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個 一個類似小山丘的 它就是叫米種草原 那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它會是綠色 所以呢看起來會有點像抹茶山的感覺 好我們的米種草原 現在算蠻給面子的 就是剛剛上面的那些雲霧啊 都跑掉了 可以看到它現在完整的樣子 我們現在在那個司機正在拆那個雪蓮 因為我們要下山了 然後在那個上廁所的地方啊 有一個停車場 然後結果沒想到意外的風景還蠻好的 我們大概剛剛開車開了十幾分鐘 然後現在到了一個道路的休息站 那這個地方還蠻特別的 是這裡啊可以租借腳踏車 然後從我們這邊出發到剛剛 騎車到剛剛那個草千里 大概來回要四個小時左右的一個 腳踏車的行程 好那在這邊租車呢 這個一一電動車兩小時是兩千塊 然後另外一種的是兩小時一千的 然後有小朋友的 然後這邊也有寫說 不同的目的地的course大概 要騎幾分鐘 這邊是南阿蘇的自行車之旅 然後這邊就有蠻多不同的course啊 然後不同的地方 然後這邊有南阿蘇的點心餐廳啊 不同的景點 然後可以到阿蘇山頂制霸 然後這個草千里 就是我們剛剛去拍照的地方 我們下一站來到了高森永水隧道公園 那這個隧道呢 據說是之前在開挖的時候 挖到一半啦 因為挖到水源的關係 所以呢 就沒有再繼續挖下去 原本是要拿來做鐵路的 那我們現在就進去參觀一下吧 那這個隧道公園啊 雖然說是公園啦 但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隧道 一進來中間啊 就都是水路 我想應該就是這邊湧出來的泉水 然後它前面也還蠻應景的 冬天做了Illumination燈飾的感覺 好 因為現在是12月 所以呢 這個隧道裡面啊 佈置了很多聖誕節相關的 還蠻可愛的 好 我們已經快要走到這個隧道的盡頭啦 然後這邊還蠻漂亮的喔 有一點team lab的感覺 好 最後我們抵達這裡 應該就是湧水出來的地方囉 我們今天行程的最後呢 中午要來吃高森田樂之裡的香土料理 好這是我們今天中午要吃的香土料理啊 超特別的 它是直接把就是所有的食材啊 串在那個竹籤上面 然後插在這邊用燙火下去烤 第一次體驗這樣子的料理還蠻特別的啊 然後因為它是燙火烤的 很燙 所以呢 等一下如果要下去拿食材的時候啊 記得要戴手套囉 然後老闆剛剛說除了魚之外啊 剩下的食材上面全部都有抹了它們的味噌的醬 好 那我們來吃這個第一次體驗的這種神秘的香土料理 然後跟大家介紹一下喔 這邊有 這第一個是要做禮芋 其實它就是芋頭的意思 然後 這邊有一個很小的螃蟹 茄子 豆腐 然後還有一種叫做山女的魚 那這邊呢有三種味噌的醬 一個是山椒 然後這個是柚子 然後跟胡桃 那我們現在就先來吃吃看那個 禮芋 就是小芋頭 感覺會很燙喔 它的芋頭還蠻好吃的 剛剛直接從這邊拿起來吃 有一種就是種完甜之後 然後肚子很餓 趕快來吃東西的感覺 那它的芋頭還蠻綿密的 然後再加上它那個味噌的調味 蠻好吃的喔 接下來吃一下它這個油豆腐 旁邊也是一樣有蘸醬 配上蘸醬的味道還不錯 蠻好吃的 我覺得它這碗超好喝的 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料 蠻好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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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最後來到熊本的機場啦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四天三夜的九州之旅囉 希望大家會喜歡 那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